这个就是我们社区目前的提供公共用电的发电量的主力 社区屋顶满满太阳能板 光靠这几片的发电每天平均能发37.8度电提供给社区使用 我们就是这种微波感应式的LED灯 跟着主委走向地下室原本呈现节能状态的LED灯 感应到我们才会开启高照明模式 透过包括这些的节能设备 新北市这一处减碳社区跟六年前相比 每月耗电直接减半 像这样的建筑节能很重要 因为根据新北市的统计 2020年新北市温室气体排放量为1784万公吨 其中交通类占25% 工业占36% 建筑占最高占了39% 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希望达到所谓的接近近零碳 我们对建筑的近零碳我们的想法是 希望整栋建筑未来有机会 在我们要推动近零碳的时候 可以减少50%的能源使用 政府跟县市地方政府一直都有在做一些减碳相关的作为 是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在2040的时候 全球的气温就会上升1.5度 那当然海水平面就会上升 例如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大稻埕码头 河堤外面这个地方 当海水平面上升之后 这里的平面通通都会不见 其实淡水河沿岸 到时候海水也会沿着这个沿岸 一路的往台北内部来清洗 所以台湾身为一个四面环海的一个岛屿 我们更应该要来注意 若全球增温达到2度C 台湾海平面将上升0.5公尺 若增温4度C 海平面会上升1.2公尺 都市因为有堤防影响较小 但地势低洼的西南沿海 海平面将会淹没部分湿地沿海地区 治水不是只靠传统的 就是做一个排水抽水沾或治荣池 因为这些水量其实能够吸纳的有限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把水留在土地里面 就是借由土地的一个管理 让平常的一些水 不会急速的流到一个我的曲牌 云林跟彰化沿海 因为地层下限严重 每当好雨一来就容易海水倒灌 若未来海平面再上升 影响就会更大 不过影响范围最广的其实是台南 淹没地区高达426平方公里 也就是整个旗鼓可能就会不见 台南努力提升我们都市防洪的任性 并持续与中央共同来合作推动 禁流分担出流管制与在地自宏 提升土地耐烟的一个能力 六都里面其实都有去设立相关的自治条例 但是唯独高雄市在这方面是相对落后的 我们非常期待高雄市能够尽快提出以 气候变迁为主题的自治条例 来提升它的阴影能力 跟回应市民对永续环境的期待 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 全球海平面正以每年1.9毫米的速度上升当中 其中台湾的海平面上升速度 还是全球的快两倍 过去20年以每年3.4毫米的速度 持续上升当中 想预防冲击各城市的气候治理执行力 将是危机能否解决的关键 TVBS新闻成绩 黄振森 王伟廷 台北云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